说不定与我迦南学院还有救呢 大长老 不必担心 博与他之间 闭嘴 萧嫣 你对我做的那些事 只有你的命才能抵偿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我定然不会留手 这女人实力太恐怖 就连我对上他胜算都不大 以你这小子的实力 能对他这样的强者做什么事 竟惹得他要杀你解恨 大长老 这是从韩风尸体上搜到的 有害纳戒 当初韩风为这纳戒 费了不少力气 听说这其中的奇珍宝物 价值更加不菲 不过 既然是你的战利品 你就留下吧 多谢大长老 可惜海星宴并没弄到手 有幽海纳戒的补偿 已经不错了 不过最重要的是 你现在已经被魂殿盯上了 那个神秘组织可不是寻常实力啊 就算是他们不来找我 我也会去找他们 迟早是要对上的 你还是先养好伤吧 趁魂殿未到 多提升些实力 日后 你会知道他们的可怕 诸位 韩风已死 剩下的成员不足为据 黑盟可谓是气数已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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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预料到会和魂殿碰到 所幸 现在已经有了 保护自己和老师的实力 若今日是全胜状态 定能够击退那团 诡异的黑武 好 看来在地底这两年 已经彻底清楚残留在体内的落毒了 可惜 我对这医伙的操控还不熟悉 想要自如操作 只有脚踏实地才是正途 这种融合而生的异火 并未列入异火棒 总得有个名字吧 叫什么好呢 或许 琉璃连星火正是何 想到变强 就必须尽早加强对一伙的操动术 不然 何时才能去见熏儿 也许该是打开这件斗器的时候了 这是什么 一卷斗器 不过 需要斗王级别的实力才能开启 这要如何打开 没想到 就算了 快 疟 hopping 快 走 快 快 快 地阴绝 地界高紧 相反为原武斗帝强者所创 共是 凯山印 翻海印 腹地印 燕天印 古地印 因印相同 武印大城 又翻江陡海 吞天弑地之能 巅峰时期 只比天机动机 但欲修炼此因 必至斗皇之间 否则 修印不成 祸不自首 地印绝 好霸道的名字 小元哥哥 星儿 小岩哥哥 你如果能打开卷轴 并且与我见面 那你应该已经晋级斗王了 星儿在此 向小岩哥哥道声恭喜 这地印诀 是我族最高深的斗技之一 后面三印 薰儿也未曾到手 能留给小岩哥哥的 只有这前面两印了 修炼开山印 至少需要斗王实力 至于翻海印 最好是达到斗王直接在修行 此外 地印诀是我族秘传 若是外泄 族中定然会派人前去收回 所以 小岩哥哥你要答应薰儿 你习惠之后 一定要慎勇 还有 小岩哥哥 薰儿想你 一切保重 你习惹得 地改异 会派人 zu 好 阿 你